前兵州首长林冠英被控低价购物的贪污案去年9月获得高庭宣判无罪释放 不过早前反贪委会表示将会重新检讨和调查一些具有争议以及涉及大人物的案件 那么林冠英涉及的这起案件是否会被反贪委会重新调查呢 对此反贪委会首席专员Ratifa指出 除非有新发现否则重新调查这起案件是不合常理的 结束了但这不是第一次我曾经知道有很多案件 在文化的技术区下线上尔法科券和罗斯特首相当 本来说在文化的尤科区下线下的网络 随着发生一局面称为全部案件 这变成狱幅严重新调查案件 我必须要继续经历它 我必须要听明白为什么开启 是否真的能令人动作成正事 我需要继续经历它 所以我需要些时间 Latifa是在昨天会见宾州反汇委会的官员后 在记者会上被媒体问到有关林冠英的低价雇案时这么回应 另外,Latifa也指出 宾州陆路交通局的18名执法官员 因为涉嫌贿赂和包庇违规的罗里斯基 因此今天会在北海法庭被提控 今年4月16号 宾州反汇委会展开大规模的逮捕行动 逮捕了31名相关人士 其中包括23名陆路交通局的官员以及罗里业者 据了解涉案的陆路交通局官员 涉嫌向违规的罗里业者 收取1万到3万2千令吉的贿金 以包庇他们免得遭到当局对付